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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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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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研討會 我選這個題目其實是 並不是因為我有很有系統的研究這個題目 但是是因為想把一些經驗 觀察到學校裡面的學生的經驗 在業界的工作人員的經驗 我覺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麼也許不是對每個人都有共鳴 如果說對你們一些有共鳴的話呢 那麼很希望能夠讓你們做一個參考 也許在裡面可以有些受益 Innovate 這個字最近是常用的 這個字呢是聽起來很好聽 所以說有什麼大獎的話裡面放個 Innovate 是覺得是件好事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的意義其實並不是很清楚 我跟學生講說 Let's innovate 其實不太曉得 我要叫他們做什麼事情 原因就是我想想看原因 Innovate 其實它是一個目的 想要做出好的結果 有用的結果 可是呢它並不是一個手段 所以你叫人家叫你自己Innovate 沒有什麼意義在裡面 就是沒有指出方法是什麼 所以我第一件想要說的呢 就是把這個神秘啊 我自己的經驗呢 就是這樣的 其實Innovate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Problem Solving 比如說我自己我從來沒有想過 這個我要Innovate 我現在這裡要Innovate 我總是就是說 I want to solve this problem 這是一個Problem 那麼很難的 別人也試過不成 I want to give it a try 那就是了 我也不懂什麼叫Innovate 說實在話 我就是把它當Problem Solving 那麼那Problem Solving 幾次那麼別人就說我是Innovate 所以我想Innovate也就是Problem Solving 所以第一啊 這沒有什麼Mystery在裡面 這樣子的好處我覺得是什麼 就是說啊 因為Innovate這個Problem Solving 很顯然的是一個能力 是可以學的也可以改進的 不要想到什麼創新好像一種天生的 有些人就是有這個能力啊 或者有些人沒有 那麼也不知道怎麼去學 怎麼樣去改進 所以我們就把它當成Problem Solving 想就是了 那麼如果說有一點不同的話呢 我再慢慢把它指出來 那基本上就是Solve Problem 你能Solve Problem 人家就說你是Innovate了 就完了 既然是Problem Solving 當然第一點我們是要很明顯的 是要Understand的Problem 這個聽起來啊 好像是一個沒有什麼意義的一句話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秘密 因為這個Understand這個字啊 我覺得常常我們覺得是Understand一個事情啊 其實並沒有Understand一個事情 這其實跟我們學校的這個經驗呢 也有關係 我覺得大家啊 很可能都有我一樣的經驗 不管你做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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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作業啊 考試啊 都是這樣 大概 1%的時間啊 去讀這個問題 Understand的Problem 然後呢 99%的時間啊 Solve這個Problem 這個實際上的這個 因為這個真正的問題的時候啊 不是這樣的 因為考試跟這個家庭作業啊 它都是把它這個題目呢 變得是 怎麼說呢 就是說這個 這個Boundary Condition啊 都是很清楚了 你不清楚就很難打分數啊 這事情是 一定有個標準答案的 所以它都弄得很清楚 可是真正的這個問題的時候啊 我們只看到的一個呢 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是這個漏電是一個問題 可是跟漏電有關的這個可能答案 其實是很多很多的 我們要去想很多東西才知道 這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要抽絲薄繭 看到那個癥結 通常你看到癥結以後啊 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你沒有看到答案的時候呢 你要再把它分得更細一點 再更深一層去想 所以事實上啊 我自己的經驗是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時間呢 是understand problem 有時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呢 是這個understand problem 然後百分之一的時間呢 才是去找這個solution 如果說 有人講啊 這個 solve problem 是要靠一個靈感 我想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一般弄得很清楚了 花了很多功夫啊 最後好像是很容易 有一個這個solution 其實不是這個靈感的 我等等會說啊 其實是後面是一定有這個 花了功夫的 那個功夫呢 是在understand這個problem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 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我想不要用專業的例子 那我自己的經驗 當然是半導體方面的 技術方面的 那我想選一個例子呢 就是不用有什麼專業的 可是呢 跟我們也有一點關係的 也是我親身的一個例子 這例子呢 我想啊 就是用這麼一個例子 大家都曉得啊 這個制裁權這個事情啊 甚至是 在這個 這個國內呢 是從這個教育部到科技部到什麼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啊 特別是過去十年 我想可能老師跟學生們 有時候都 本身都遇到這樣的事情啊 說是要大家都要這個寫專利什麼 這個事情呢 其實跟這張圖是有關係的啊 這張圖呢 你看左下角啊 是中央銀行的一個這個公開網站上的一個資料 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外匯的出路啊 申請的時候呢 經過中央銀行啊 都要分一個分門別類 裡面有個類別呢 就是說制裁的這個付款 所以他知道啊 這個全國一年啊 有付了多少的一個制裁的外匯 這個意思吧 所以你看呢 總共看南線了 那是支出的 付出去的 這一點讓大家都很驚人的啊 很覺得是不好的是什麼呢 就是啊 這個比如說到這個從 特別是從過去2005年開始吧 成長得很快 對不對 從這個18年變到2011年的時候 就是就是60了 弄得差不多三倍的不值了 而且這是美金哦 這是59億 59億的錢是很多的 大家都曉得啊 這比這個台北四億年的全部預算還要多的 這是這麼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看到這樣的這個問題 該怎麼辦呢 所以就想到說 哎呀這個都是產業啊 這個不爭氣 這個沒有專利 那麼弄到是這樣一個問題 這都是我們的是 您代工啊 都沒有自己去做研發 如果是做品牌的話就好了 或者怎麼樣等等這些事情 總是這樣想 對不對 那麼就開始去想辦法來怎麼樣解決 包括就是說每個老師學生都要寫專利 怎麼樣子 是吧就是這樣去做了 也就是說很快就把那個問題就覺得是懂了 然後就花很多功夫去解決 這個 這個 所以 差不多就在這個圖表 最後的一年的時候呢 差不多那段時間啊 幾年以前呢 這個 很高的這個政府官員就來問我說 我出出主意該怎麼辦 因為他也知道我在台積電的時候呢 也是技術長是負責全公司的這個 這個專利的問題 那麼他也知道我把這個增強的專利呢 也有一些這個特別的做法也很成功 所以他說出個主意怎麼樣 我第一件呢就是問問題 因為你要了解問題的話呢 你就要問問題 不要搶著去找這個答案 我就問就是說 是哪些公司付的這些外匯 因為如果說我們知道哪些公司的話 又還有別的問題問了 就問問這些公司嘛 這是什麼東西讓你要付這些主財 結果這個政府就去問了這些 他們準備這些問題的這些作業人員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先把這件事情找出來 那麼這個事情呢 不容易不難找的 因為中央銀行 它是把各個公司匯出去的錢加在一起 就報告這個總數 政府需要這個的話 當然可以看到 所以是看到以後呢 那麼這個結果就是讓人大吃一驚 跟這個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這些代工的公司啊 完全一個不在這個榜上 那麼最高的是什麼呢 是這個品牌公司 是這個品牌公司 Azuz Azuz 你知道啊 我們是電腦王國啊 這個這個 Laptop啊 你每賣一台 裡面就有 Microsoft Operating System Microsoft 就收你30塊錢 如果你pre-install 什麼application的話呢 另外還要再加錢 所以我們這個 這麼快的增長啊 表示 Az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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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是像这样一眼就知道是做了什么原因的话 就再去问 再去问 弄得清楚了以后呢 再去想办法来解决 不要是这样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呢 这个应该是已经会影响一些这个做法 可是好像还不见得 还不见到这个很清楚的结果 我相信总是会影响到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政府的做法的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很多问题 我自己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换句话说我这么讲吧 我今天想跟各位强调的一点 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假定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 你说这个老细胞的数目和这个中间传输信息的速度 是已经一定了 我们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让我们变得更能够解决问题 这就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一个习惯 我们就是养成这个习惯 不要太快去解决问题 要多花时间去了解问题 一个一个减下去 没有解决的时候 像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我就要先知道多一点 也许知道多一点这个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像这种东西呢 这个考试和这个homework 不能出这种题目的 因为不能让你再问问题了 这个写下来的就全部你的informations 但real world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继续去问问题去 所以这个第二个习惯我们要养成的 这个是这一点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比较容易知道这个情形 就是说呢我们要这个study success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要这个多读这个paper啊 这些呢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要看看多一点这个学人家的经验 有些这个问题啊是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啊 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呢 其实跟旧的不同的甚至不同的领域啊 是差不多的 你有这个办法呢来这个学习它 那么或者自己以前的经验 不管怎么样就要想这个跟它类似的情形 从这个类似情形好的做法里面的学习 我知道大家这件这个concept比刚才那个 要understand problem呢更能够理解一点 我也举一个例子 我还是用这个这个制裁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 怎么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啊 我刚才讲到我的台积电的时候呢 曾经遇到这么一个情形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专利数量也很多了 但是呢好像是在这个专利的这个谈判等等时候呢 总是还要给一些其他的公司传递金怎么样 换句话说就是专利的大概是quality不好 所以我去解决的第一件办法呢 又是这样了 就是说要了解一下啊 好事叫什么好 不好事怎么不好 可是怎么去了解呢 你要想各种的办法 什么可行的办法 有一个很可行的办法 就是说 你知道这两个公司啊 要做这个专利谈判的时候啊 大家都有几千个专利 不是说去每一个专利 两边都互相看一看比较一下 他们的做法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就说啊 好我们同意啊 两边各拿出十个专利 你觉得对方是侵权的 那么我们约好啊 把这十个专利呢 两边都研究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呢 再来再来谈判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没有这个侵权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没有侵权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么样 那么就要做决定了 就这样了啊 既然是这样呢 那么因为以前也有过几次这种谈判的经验了 所以我们当然总是拿出这 十个二十个这个专利 对方不同的公司呢 每次都拿出十个 当然是不同的 所以一共加起来呢 就是说也许有三十个别人的最好的专利 我们自己有十五个最好的专利 那这个数目呢 不是大到啊 没办法仔细地去读一读 所以我自己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research project 就读一读 读完了以后呢 感觉又是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了 并不是说啊 这些这个公司啊 他们因为早早的就有什么fundamental的这些字啊 什么basic pattern fundamental的pattern 结果根本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这么几十个里面 一个都没有 有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呢 都是些啊 这个 你看了就是 觉得是不值得的事情 简直是没有什么这个创意在里面 可是写的都是你反正非做不可的事情 那么他们就是这样了 我跟你举个例子 不是说这个半导体的 大家都晓得啊 大概三年以前啊 这个Apple告这个三星请权这个报纸上沸沸腾腾的那么弄得炒了个半天找了好多个这个pattern 后来呢 这个这个这个监生团呢判了这个三星这个败诉 那么就是一个pattern请权了 这个pattern是什么事情啊 是因为这个Apple做了什么很了不起的发明吗 它只是一个一个design的pattern啊 pattern就是说手机的形状呢是长方形但是圆角 这就是十亿美金啊 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样的pattern 你有几千个pattern 最后就这么一个pattern 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这时间更老一点了 这个在这个实际上是在啊 Amazon早期的初期的时间 它有一个pattern啊 名字叫做one-click shopping 基本上的意思啊 就是说把那个用户的地址啊 payment的这些information啊 都已经存在存档了 你每次买东西呢 就不用再inter这个 你按一个这个order啊 就可以one-click shopping 现在它常常都问你 do you want to enable one-click shopping 也就是说你不要再review你的地址啊 什么这些这个credit card 用哪一张啊这样子吧 所以这个 哎 法律也是规定是可以的 这个一个pattern啊 就是说你先把资料存档 那么每次用不要重新再加入 所以这件事情啊 这个还没有机会打这个官司啊 这个群起而攻 所以这个Amazon自己也觉得有点理亏 他就自动说啊 我不会这个enforce这个专利 这个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但是如果说是aggressive一点的公司啊 像这个Apple的话 他还是就可以去去做了 所以变成了这个解决的方法呢 并不是说啊 你要这个多花这个这个R&D 我不是说不要多花R&D R&D的目的不是去写pattern R&D的目的是要做出有用的这个技术来 要有用的产品来啊 这个这个pattern这一边呢 就是要学会了怎么样去写这一种 这个pattern啊 而不是说这个平常我们想的就是说 哎 你要把这个 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啊 你要把它好好的把它这个做起来 这个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并不是很适合让学生来做的 我从这个台积电回到了学校以后 我曾经尝试啊 教我的学生说这样去做这个这个pattern 结果发现啊 他们都很这个觉得是这个 呃 祖商啊 觉得是怎么 我来以为我是要这个 做什么改变世界的这个大事 结果你要我做这样的事情啊 原来这个是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 都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晓得这个不可以这样子 叫学生要做或者两个事先发生 一个呢就是平常把它当做想把你的这个了不起的发明写下来 那这样的东西啊 结果没有什么用 原来原因我不多说了 因为基本上就好像说你有一块地啊 你要保护这块地 你就建一个堡垒 可是啊 很容易就从旁边走过了 所以你唯一的办法啊就是不在你的地上啊 放了很多的地雷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这个可是学生你要这样做的话 他把它原来很多的热情啊 反而都没有了 呃 所以我我我我我并没有再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我我这个举的例子啊就是特别是就是说想到办法呢要去看看别人的这个这个 success 如果有的话呢那么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 就是说有用要能够造成一些冲击 你看看他这么用innovation用创新的字通常都是在跟讲到国家经济 讲到这个这个科技发展 讲到这个公司的这个成长呃才用这个这个字 换句话说就是说innovation呢我们现在的用法啊除了说是soul problem呢 而且是意思说一个很重要的problem 就是说有有有有有有价值的一个problem 这都不见得problem是一定要呃很很大 当然大的话它的这个价值它的这个impact可能是更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要有一些要有用的东西 呃 you know 然后你这个problem比如说呃解了一个灯迷 大概我们不会讲他是用innovate来来来来来说说这句话啊 但是你在以后到公司去做什么事不管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都是一种innovation解决问题小是小的innovation解决问题大是大的innovation 因为它都是有有用的会帮这个公司这个这个这个成长得更快 那么因此也把国家的这个gpa呢也就增加了等等这都是有用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呃有一点不同的 那如果你的野心大想要做大的impact想要让人家觉得你真是一个 you know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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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nnovator里面的innovator那你就选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大的问题呢当然是会比较难的解决因为尝试去解决的人一定是会更多 呃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准备自己去做比较大的解决大的问题 那么做innovator里面的innovator呢 我觉得有几样事情啊要可以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要有confidence 有confidence啊你才能走出第一步就是说你会选有大的有困难的问题去做 不然的话我们心里面总是在做这个挣扎 哎呀这个东西太难了我们选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就做成 选了这个难的问题那就做不成 所以你的confidence有多少呢往往就决定了你有没有一个机会去解决大的问题 因为你在决定做不做选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做了 所以confidence其实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跟诸位举一个例子啊 在早期啊80年代90年代现在呢 90年代以后呢是在那个时候韩国的公司常做一件事情 现在讲错了日本公司常做一件事情 现在呢韩国的公司特别是三星啊也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一个公司每年呢都会放出好几十个他们很好的engineer OK往往都是有master degree 因为他们很多都没有phd degree 特别特别像是日本特别是这样但是公司里面已经有经验了 表现很好的这个research啊他送到美国大的学校去一年 这个东西呢也不便宜的因为这些学校啊知道这些公司 愿意送来啊还要向他们公司还要这个要收费用 那么这公司当然也要负责这个员工的这个 这个这一年的这个费用 生活的费用所以对公司来讲并不便宜 可是公司觉得这个也很有用 那么我收过很多这样的这个visitor 我就很纳闷 我就发现啊这些这个visitor啊 他们其实啊比我比我的学生呢 都更懂这些semicandale的东西 不单单是食物的这个经验很多啊 他们这个其实理论的基础啊什么都很好 我觉得他们在的那一年啊 其实是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他从我们这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可是为什么他们走的时候呢 还是说哎很好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那回去以后也的确是公司也对他们都很重用 我那么好一阵呢 我才想到了这个答案啊 只有一个可能性的答案 就是啊他们到了这样的好的地方啊 这个觉得是世界一流的这种研究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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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啊去了一年以后啊 去做这过一年的话呢那你也不用去了就相信我跟你说的就是了 真是也不过这样 那么这个呃 呃当然我可以说他们其实也是看到我们做事呢 这个每个week的这个这个meeting啊 自己build up confidence啊 看 confidence啊除了做这种呃 日本韩国公司花钱送你去做的这个办法呢 我想就是自己要要要要要要用自己的一些success啊 这个经验呢 我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啊 这个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这个但是不记得几岁的时候啊 看了一个这个美国的电影啊 是一个西部片 那么回家以后啊就学了几句英文什么come on 这样子 那么呃我很幸运啊 我的这个父亲呢 他是很鼓励的孩子的 他就说哎这个发音真好多说多说等等啊 我就记得这种像这样的鼓励呢 呃第一对我是很很 呃我就我就而且也许是我的个性 我就记住这个对我以后很有帮助 那么有几种这种经验以后我就归纳出来啊 我说就是说你有一点点这个事情做得好 别人说你一分好啊 你就多想几分 我就八分好吧 那么这个跟我们亚洲的一种价值观呢 是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总是觉得啊 呃要把自己想得低一点啊 西方就跟我们就就不一样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但是这个这个对自己的有自信啊 feel proud about yourself啊 这个事情呢 其实并不是说你会傲慢啊 呃呃瞧不起别人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台大学生啊 你光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应该很骄傲啊 proud of yourself 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accomplishment 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对这个清华交大 陈大的学生就瞧不起啊 哎呀不用嘛 是不是啊 但是你自己要觉得自己是是是是很特别的人 那么我想这是是这样的 嗯嗯嗯就同样的这个 我记得我如果说是 做这个特别到了大学的时候 这种机会就多了 那么像我刚才讲的 做这个家庭作业 那么通常一定有个标准答案的 那么我看到标准答案呢 写了标准答案以后 我总是有时候想到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题目 因为他没有讲清楚的条件下面 如果那个条件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那么我每次能够想到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又觉得自己说 这个很棒 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innovate了 但是我自己就感觉到 这样的话就很confident 但是也从来没有一个人批评过我是骄傲的 也不会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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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常谦虚的这种 这种美德呢 其实并没有抵触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自己想办法要培养这个 这个confident 不要太谦虚了 对自己不要谦虚 你对别人呢 你可以谦虚 但自己不要谦虚 这个我觉得build up confidence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你有confidence去选一个大的题目了 但这不表示你就能够解决这个problem 你要挑了那个大的题目啊 你要back up 你就是有办法 比别人那个这个解决的机会要大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你有这个有knowledge 有时候叫做domain knowledge 专业的知识 所以 有人有 也问过我 说 这个 为什么台湾啊 常常有什么十几岁的孩子 就赢了这个 全什么世界的这个 发明冠军的 那么 为什么我们这个 后来的这个 学生呢 就不创新 其实这个事情 一个这个 这个发明冠军啊 就表示大家都有这种发明的能力 可是啊 那种发明呢 都是生活上说 想想看这个 牙刷的这个手柄 怎么设计比较好啊 什么这样的一种发明 但是它的那个价值呢 不是很大的 这跟我们要有 这个产业上一个大的问题啊 那这个这样的人呢 是不能够去解决的 因为它这个专业的知识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在大学呢 就是最好啊 这个 得到我们这个专业知识啊 就是 build up我们的专业知识的时候 因为离开学校以后呢 是不会再有一个机会啊 那我们去学习这么多东西的 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说现在什么事情啊 你Google一下呢 都会学到 这的确是的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 我们是会要很快的 一个一个的问题 要就要有答案 就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足够快的把它出师薄茧的存下去 你不能到时候觉得是 我一个问题就去Google上 读一读 然后再想到下一步怎么样 再读一读 这个速度上是不可能的 不单单是你要有很深的这个专业 这一方面知识呢 你应该还是更好的啊 还会有一些这个 不同领域的知识 多知道一点 这个东西会融会贯通的 那我跟同学有比较一点不同的啊 就是其实我考试成绩 从来都不是很好 那么也不差 但是呢 也不会是这个班上前五年 这种是不会的 可是呢 有一次啊 这个比如说 不是比如啊 我特别要讲的就是 GRE考试的时候啊 GRE我们当然考的是Engineering啦 大家都晓得Engineering 现在大家很多学校 也不需要你去考了 因为它的考法 是要把你整个的Engineering 放在一起 不光是考这个EE的 什么这个化工的 这个土木的 都有些这样的问题 结果我考的就很好 因为大家通常这样的 这个 GREEngineering通常呢 所谓的那个分数都不是很高的 我是特别的高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注意到自己是 的确是有这样的习惯 喜欢什么事情呢 都懂一点 不用懂得很多 就懂了一点 我觉得以后啊 对我解决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想到呢 至少要有一个专业呢 也是要很deep 但是其他呢 能够多涉猎一些 我今天想怎么样去把这个 有一个deep 有些宽的呢 我就把它想成就是一个 一个 mushroom这样吧 蘑菇这样的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知识 那只有在大学的时候 才有这个机会啊 把这种这个知识累积起来 在这个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work hard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基本功一定要有的 没有的话就不行 那么 因为这个原因呢 常常呢 当然你也有运气 这个是 是一定的 因为刚才这个 介绍我的时候呢 说到这个finfat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说明一下 为什么finfat这个事情呢 影响是很大 那么 其实也是因为运气 我选择的 很多年前选择 做的一个方向呢 就是transistor 你看看这个倒三角的意思呢 就表示从上面看来啊 electronics对世界的影响 当然是很大的 那么electronics下面呢 就是这种IC是很重要的 一个这个一部分 那么有上千家的这个 这个IC的company 可是下面呢 到了Fab这里呢 那么也不过就是 一打两打了 还算是重要的 或者是更少的是做fabrication 更下面呢 从来啊 这些不管是哪一个这个fab 哪一个IC里面呢 transistor基本上是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同一个世代啊 哪一家公司做的都是一样的 基本上 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么更有甚至呢 几十年呢 都是用基本上是一个样子 然后就想办法把它越做越小 所以Finfat的不同呢 就是说在这个把它的 二维呢 变成了三维 从左边变到右边 至于说为什么这样就解决了这个耗电的问题 解决了这个不能做小的问题呢 那我就不多说了 意思就是说 这种东西有时候啊 也是也是运气 就是刚好你做的东西呢 是可以有大的impact 那当然就多受人注意 那么我们也不用是 这个这个 想到啊 就是有一天呢 会有好像中奖一样 我们真正重要的 还是把手头的事情呢 都当做一个problem solving 要把它solve了 那么运气好的时候 也许会碰到一个大的事情 那刚好你可以把它solve 我当然也试过很多问题 是没有solve的 也是有的 这个 这个 是我们要有的一个 expectation 这个 这个 另外一点啊 这个也是学校做research啊 跟这个产业界 solve problem 一点的不同的一个情形 我们有时候呢 把它这件事当做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你如果说要make impact 有时候并不是好事 我们总是觉得做得越早越好 就是说 对不对 但是其实啊 太早了呢 呃 并不是很好 那么产业界要有impact呢 它总是想要在 在这个正当的 一个适当的时间呢 去切落 太早了并不是很好 我给你举一个自己的这个例子 你看 我在这个1979年呢 就是研究的就是做的这个 gas electric的这个hybrid car 那么当然学生选了一个很漂亮的这个blue and gold 这个color啊 这个是这个是 这是 UC Berkeley的color 这个叫做blue and gold 还是这种这个golf的这个wind的这样的一个design 这个这种东西呢 是会很受到 比如说媒体的这个欢迎啊等等 但是事实上呢 是没有impact的 因为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battery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 那个时候当然更是一个问题了 这用的是千辛的battery 可是我们为了要做这个学校的做的事情呢 你根本不管这个事情了 就是把能做的事情 这个control electronics 什么把它做了 那么我们就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例子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impact当作解读成 就 solve problem with impact的话呢 这个是没有impact的 因为它是一个不实用的东西 等到开始有用的时候 那我们做的那些control的这个electronics power electronics那东西呢 也已经不合时了 还可以做的更好的办法 所以这些就是说 也不见得事情呢 要选择是越远越好 这个等到我们要做真的impact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不要小看了产业界做的事情 所以你们在产业界做的事情会更有impact 但是在学校里面呢 你就是做的越远 求心 这没错 就是我们可以练习 solve problem 的办法 但是也不要强求impact这件事情 第二呢 就是说 常常要讲 think out of the box 也不是一定是最好的事情 其实我跟很多这个 这个 semiconductor啊 或者说是 就是教授的比 就是我其实 是最不愿意 think out of the box 我觉得要stay in the box 大家做三五的时候 我也还要做silicon 那么大家做这个磁做光的时候 我也说还是要做这个 semiconductor 原因就是说 常常这个box啊 它在那里是有一个原因的 那么 如果是有原因的话呢 你不要去想这个 这个太out的box不好 你尽量啊 stay close the box呢 反而是好的 所以这个用其他的办法来 来做别人不做的 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 就是说 really rea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 那么 这个 像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说 我们就是out of box 想出一个东西 好像是可以 但是又 其实很不practical的 一样事情呢 那也是不见得是好 所以啊 要叫innovation的话呢 把刚才讲过的一些东西 加在一起呢 是要build confidence 这是放在第一个 因为这些事情是 现在就可以这个 这个准备的事情 build confidence 就是要用一些小的success呢 你把它加倍啊 诚实 让自己觉得是 自己可以做的 然后我们要花功夫呢 去累积这个knowledge 这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这个 用功这件事情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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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呢 把我们的这个knowledge 要收到 没有的话 这是不可能解决 别人不能解决的事情 没有没有这个 说是一个灵感来了 真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抽丝薄茧的 要把这个problem 要找到那个增结 这个不必是快快的去开始找解决的方案 那你就是 别人说的 比如说以前讲的这个 这个leakage kern呢 要靠这个 把那个这个gate oxide做薄 才能够解决 结果发现呢 ThinkPad的这个study发现 就是说 并不需要这样 它这个甚至你做薄了 也不会解决这个low down的问题 这种都是要study过去 study success 那么下面的倒数第二点呢 是前面没有讲的 要improve the problem again and again 这个如果说是 你参加我跟学生的 这些weekly meeting的话 你就发现 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要挑战 这个学生呢 要把这个解决的方案 要做得更好 你做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呢 一定是不够好的 但是很有用 也就是说 我们很少啊 可以一步就达到最后的那个解决方案 一定开始是有一个 差不多都解决了方案 那我就会提醒说 可是这里 好像还是没有达到 我们希望要的目的啊 那么要再去花功夫做一些 再去花功夫做一些 也许你们觉得啊 这个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说啊 我发现了这个 新进来的这个学生呢 进来的时候和离开的时候啊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进来的时候 我是每个星期都要说 你说这个已经解决了 这个没有解决啊 可是以后呢 就不用讲这种话的话就少了 但是 但是总是要不停地要去做 你说如果说publication 你在做了一半的时候 你就要publish 我也不反对 因为反正publication这种事情 我又讲了 不见得一定要有impact的 那么你就说是 publication呢 中间的 你能够不是一个最优的解决 也是一个解决 别人觉得已经是original了 这个publication 它的选择的标准就是original 并不并不要你有什么 这个能够有什么impact original就可以 那行 所以也不要紧 就是你也不用试试 完全做到最后才可以publication publication还是可以有的 但是这个习惯呢 就不要做到那一个publication 就停在那里了 那你这个题目呢 要把它做完 做到真实做好 所以你看完了这个以后啊 最后一点呢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innovation决定不是 绝对不是一个灵感的一个innovation 其实是苦工 其实是苦工 从你们现在开始的要累积knowledge 到真的要去抽丝薄茧的 看这个problem 要不停的这个improve 要improve好几十次 这样的这种这个做呢 那么是很花功夫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paccing 喜欢去solve problem 喜欢去接受挑战的话呢 那这条路是走得很辛苦的 那么希望呢 刚好你又喜欢这种挑战 就好像说爬山的时候啊 不是只是想要登到山顶那一瞬间 那你一路上呢 看到风景觉得自己是很joy 这样的这个心情 这样的心态啊 我觉得才能够做最好的innovation 所以如果说用一个字来说的话呢 有paccing是最好 如果you have some passion somewhere else 我觉得follow the passion 其实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呢 把你这个paccing失去了 要用这个paccing 所以我们比如说 在这个美国的大学 比较而言呢 我们是 是非常的想要support的 学生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你看看我们这个computer science的学生 这是学生和课成绩 你看那条黄线就好了 这个从这个2009开始到现在 这个我们这个学生的人数啊 这个六年里面呢 是成长了三倍 六年里面成长了三倍 原因就是说 这学生突然对这个computer science呢 因为是这个job的这个opportunity很好了 他们当然是为了job 也为了有机会要去做innovation 就是很有兴趣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新的resource呢 也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啊 把这个课开了能够让这么多学生进来 也就是说我们是证明啊 我们是非常的这个想要让学生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如果你有什么很想做的事情呢 就去做 我们在学校呢 不要为这个做innovation这件事情啊 伤太多的脑筋 我已经说了 在学校里面我该做的事情就是你要build confidence 你要保持你的passion 你要累积这个knowledge 把这三样事情做到 如果再有的话呢 你就也许就练习一下 今天我说的一些problem solving的一些技巧 然后呢就是练习一下 这个就这么说吧 也不要说research 就是problem solving的这种技巧 那就好了 你们到了这个运气好的话呢 那么的确会有做出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但这种事情呢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这样的题目 所以是如果说是遇到这种情形呢 你不要感觉到是自己的能力不够 因为大学通常的题目啊 不太容易让你做到这个 别人会说啊 这个是很有很有这个用处的 这没有关系 只是一个练习 但是这些技术呢 当你拿到了一个公司里面去 来用的话 那你没解决一个问题都会有impact的 因为老板只让你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是以后的准备 这个我希望大家最后要记在心里面 所以我的这个今天准备 跟诸位分享的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把这个slide呢 留在荧幕上面 看看同学们老师们有没有 这个讨论 如果没有问题 我这边再次的谢谢胡彦士 今天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这边陪我们 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乐地掌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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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